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第58届乐言法会期间 今天下午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 我们今天下午还是来共同分享乐言经 请大家把书翻到52页第二行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 根本无名 无死无名和现在无名 那我们的无名是怎样产生的 在无名的当下整个过程 我们已经完全落入了私心 完全落入了夜食 完全落入了生死轮回当中 而以为是自己的真心自性 以为是妙用 所以从此以后就落入了凡夫界 看下面的经文 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 不只色身外界三合虚空大地 闲事妙明真心中物 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上两节课再不停地和大家讲 我们一旦立了无名 落入无名当中 一迷不要紧 我们就产生了心意识 所以一迷为心 这个心意识就是指的妄心 这一个妄心意识是不得了 从此之后就决定了我们的将来 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 就是一念的迷惑颠倒啊 所以决定或为或是迷惑颠倒 已经呢再也呢 不知道真心自性的妙用了 就以自己的呢无名而为子体 而为呢 自体了 所以 已经 这也改变不过来了 所以决定或为色身之内 就以为这个心 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无名妄想 所产生的幻象 以为身体这个之内了 所以现在 我再上面讲 一定帮你这个臭皮囊推出来 从始至终 从一念的无名开始 只要是干嘛呢 结案为色 色杂妄想 想象为身 巨原内妖 除外奔异 从这一刹那起 这个假体就设立了 从设立的那一刹那 开始迷惑颠倒 从此之后 你就认为你的心就在这里头 已经忘记了真心自性 真心自性 是圆满十方包罗一切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身心 只知道眼前的这个成和构 只知道眼前的这个成像 剩下的全都不知道了 因为自己的之间 只能出到物体和成像的时候 才有想法呀 才有感觉呀 不然的话 没有我不存在了 从前面几节课下来 都在分析这个 所以分析了 大家觉得 好像是这些天天讲这个 本来就没有别的好讲的 本来就是这个 天天讲天天讲 在不同的角度来和大家分析 分析到最后 你才知道 原来我前后左右 上下 包括自己的身体 没有一样 是值得我留念的 没有一样 是不变的 不胜略的 那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再执着它们 我们心以止性 那就对了 修行本来就是没事 我们其实是没事找事 我们从那一刹那 颠倒迷惑开始 再也不知道 色身 还有色身之外的 三河大地 包括虚控 都是真心自性 所显现的难 妙用 所显现的法身 从此之后 法身失去了 我们从此之后 就执着这个 又是执着我们的 一切神像 为真实的 开始奔异 开始执着 开始分别 开始贪嗔痴 开始为了享受 撒到瘾 佛用了一个比喻 看下面的经文 比如 清水 百千大海 弃之 为印 一幅欧体 木卫全朝 穷尽迎博呀 佛打了个比喻 就好像清净的大海 广大 无边 包罗 一切 所以 澄清 百千大海 清净 无染的 可是我们 不要了 我们就认 干嘛 大海当中的 一个水泡 我们如果用了新意识来运用 就比如像大海当中 大海旁边起了一个水泡 以为是大海的全部分 以为是一切 所以木为全朝啊 就眼前看到这一点 以为 哎呀 我知道可多了 你现在就算是你天天看新闻 你天天看电视 你天天读书 你也不一定知道最多 既然人家写出来 人家早就知道 所以可见呀 我们要是真的回归了 正常的真心自信御用 即使我们不看电视 即使我们不看新闻 我们什么也不看 无学 就天天 坐在房间里 房间外面的大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问你 什么都知道 笑一面镜子 所以我很感慨地讲 你们一个直到的人 来问一个不知道的人 成为笑话 我们整个父母室 所有的人不看电视 不看新闻 不对外 不用收集 啥也不知道 那坐在这里 什么都知道 这就是大圆静置 庙观察置 平等性置 成所作之 这是真心自信启用 真心自信不启用 用石就成为了 八石田中 八石田中就成了夜石 夜海 你所知道的 无非都是你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因为 哎呀 这是我的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 那只是你自己的意思 既然你在做 你知道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包括宇宙 没有不知道的 所以没有秘密 那都是我们自己心意 是不要让人家知道 造业也怕人家知道 那造业 人与人之间不知道 鬼神知道 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知道 只有跟我们不是一介的 都知道 只是人与人之间 他住在像上 他没办法通过这个像 他不知道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你业障怎么现起 你因果怎么现起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如等既是你众被忍 如我垂手等无差别 如来所谓可怜民者 佛说呀 你们就是迷惑颠倒当中的 那再加颠倒 本来就迷惑颠倒了 那想成佛 然后在自己的自见上 再加上自见 以为是法法 所以 民众被人 迷上再加的意 我们学佛现在就是 迷上再加迷 本来在家里 还没这么多迷惑 学佛之后 在自见上再来取舍 不是功德就是野障 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因果就是对错 又不就是造业 又不就是反戒 又不就是慈戒 在这点上又加了 很多迷惑颠倒 所以 以为是修行 以为是真心自信 所以成为 弥众被人 佛说了 就好像 我说这个 手臂的交换 你们颠倒 搞不清楚 正和倒 差不多 所以等无差别 现在的迷惑和那个刚才的比喻 是一样的 所以我才说 大家可怜哪 就是一样 就是一个 这个一个倒 其实 佛与众所没有差别 在这里 在前面 讲来讲去 都一样 所以人家说 一通一切通 佛法不难 难道是你没入门 入门每一部经讲的都一个道理 你哪一部经 你只要沟通了 再去看 很多人只是说 看大张经 看大张经是好 你只要看完一部经 三张四二部 讲得动这个 都通达了 如果你没通达一部经 你去看大张经 你也看不懂 你看我房间多少大张经 人家问我供养大张经 好 看看哪部大张经 我没有 你看我房间 那全是大张经 他天天看我 我没看他 实际上 我们在运用当中 十二部经 要通达 法师 必须通达 就像我这样 邮寄的法师 不值得一提 要通达 三张十二部经 这样的人才能做法师 为什么要通达 就根据众生的根据不同 你全明白之后 你好讲啊 十二部经 是因为佛针对环境 人的习性业力不同 之间不同 而讲的 不是一概而论 好像我现在讲 那你们这一部分人很喜欢听 走的那部分人不喜欢听 为什么 不对他的胃口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通达了三张十二部 这个法师成为三张法师了呀 那你问他什么吧 那这样的法师 才能看到 法师这个名号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不是啊 反正你不嫌弃 我也不嫌弃你 咱们就降究的听吧 是啊 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就可以了 咱要求不是很高 咱又不是佛学院 所以在这里来的每个人 有没有想当法师 咱只是想解决生死问题 那行啊 所以 天方治大病啊 咱就像天方一样 反正能够分死这个病解决也就得了 看下面的经文 阿难成佛被救 身毁 垂涕插手 二白佛言 我虽成佛如是妙音 悟妙明心 缘所缘满 常住心地 而我 悟佛献说法音 献以缘心 云我灾亚 说到现在 阿难还等白说 告诉佛呀 哎呀 佛呀 真的是你的慈悲 你的救拔呀 我才能整这个 深重的业障当中 干嘛出来呀 这确确实实 是这么回事 要不我们在这个业海当中 我们自己能转出来吗 转不出来呀 不靠着佛力 不靠着佛的这个 智慧经典 我们能出来吗 只有经典的地方 只有法身 你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呀 哎呀 感恩啊 深切的呢 这种教诲 让他激动啊 让他发自内心的 这种 暴打自信 说不尽了 所以 垂涕插手啊 然后合掌 二白佛言 说呀 我虽然呢 听你这个开示 听你这个讲解啊 心性 我也明白了这个心性 圆满 常住 不变 可是我现在虽然明白 你现在说的这个法 我还是用不上 我还得用我的自荐 来干嘛顶礼佛呀 就像我们现在 听了半天 最后下去之后 我还得用我的心意识啊 我们现在也是 听了半天 还是用不上啊 所以阿难说的 也有道理 虽然我现在都明白了 但是佛呀 我还得用我这个原心 还是用我们的思维体 允许我用这个心 来咱仰顶礼佛陀呀 因为我们现在听完之后 你们可能也想 那我要感恩圣公法师 感恩这个法会 我还是这个心呢 所以 阿难替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 看下面的经文 愿佛爱你 宣示原因 把我一根鬼无上刀 到我 在下面 图获此心 未敢认为本源心地呀 他说 虽然佛讲了这么长时间的 我那虽然好像是也听明白了 但是我是白听明白了呀 就叫图获此心 我白明白了这个心 为啥 我不敢承认 我不敢认为 这就是我真心自信 这就是本来活的那心地 真心自信而启用的那 妙容兄弟呀 他不敢承认 我们现在也是 不敢自家承担 就是前面一句话 虽然听了 还得用判原信呢 还是用自己的分别 执着自荐 在这个事与物上 产生自己意识 你拜佛就拜佛呗 你想什么呀 你听懂吗 你感染就感染呗 你在这点有啥意思啊 就多了一会儿 所以他有点 相对的发产生运用的时候 他马上就说有了这个心 他本来呢 所做的这些动作 是自信其用 当他知道 我是不是又用了反复之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反而涌了 他醒了 哎呀 我要起来感谢佛 我要礼拜佛 我这个是不是又是判原信呀 他本来去用就好了 你别琢磨 这就对了 所以他又一琢磨 他还说佛你允许我啊 我还得用这个反复性的 你现在虽然讲了半天 我呢 等于得到用不上了 我不敢承认了 实际上他不去琢磨 他用就对了 当他一想是不是的时候 已经不是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要不差别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是还是不是 你用就用嘛 你琢磨什么 你想什么 你立什么自荐 问题就处在这里 你听明白 你磕你的头 你顶你的理 你做你的功德 你别琢磨 一琢磨就是立自荐 一立自荐就是心意识 这个时候已经 又干嘛落入反复界了 就差这么一点 咱干啥都琢磨 不琢磨就对了 所以不可思不可以 他本来听明白 起来顶你就对了 他都开始琢磨了 这艺术还真就是 直接立自了 还真就是 离开了真心自信 所以他说 愿佛哀明 宣誓原因 把我一根鬼无上斗 愿佛在怜悯 我们要宣誓开示 什么 圆满之音 无者之音 再给我们呢 从各个方面来讲 是阿难慈悲 其实如果能听明白 也就听明白了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用不上 不过在用的时候 老是琢磨 老是动心意识 你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该睡就睡 该上厕所就上厕所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便琢磨 一琢磨 就是心意识 我之就有了 所以你一琢磨你才知道 你不琢磨你再用 你没立之间 我之破了 你就不知道 其实你知不知道 真心自信如来仗是叫了别时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 怎么用 就差这么一环 这一环两个面在一起 长期的狼狈威劫站在一起 他俩必须搭配起来 觉得才舒服 我们现在是必须干嘛 我琢磨了才舒服 我才存在 现在就是不要你这个琢磨我 我之就破了 你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之永远破不了 你这一辈子也破不了 生生生世世无量间也破不了 现在就要的 你千万别说我怎么用了 不需要这个我 也不需要你琢磨 你也能启用 是我们习惯上 一定有这样用 所以希望把我现在呢 用不上的这个问题 给我解决了 让我走上正规修行的道路 那我现在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咱再看下面佛怎么讲的 佛告诉阿难 如等上以原性听法 持法一原 非得法性 我也经常这样讲 佛所问题出在哪里啊 你一直用你的思维体 用你的攀岩性 用你的心意识来听法 这个法也变成了生虐的了 你得不到法的作用性啊 佛直接就这样呵斥了 所以我不说嘛 听我讲课其实最简单 你别拿笔去记 你别跟他分析 那个叫攀岩心 你在不停的重视为去记的当下 这个法也成了生虐攀岩的了 你得不到法的作用性 因为你一直还在用你的心意识 因为我们真心之心 本来就存在你不需要记的 你回去也不需要琢磨 你用的时候 它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也不需要记 你也不需要背 你更不需要在那里头呢 分析 听懂就听懂了 听不懂 你下节课再来 你千万别给他琢磨 啥意思 你一琢磨啥意思 那是你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了 也不是佛的意思了 是不是 你越琢磨又没意思了 意思跑了 全留下是你的意思了 那咋办呢 琢磨了慢点回来问我了 我就很恼火了 去去去 我讲啥了 他良言法识 还有意思 我都没意思了 你还有啥意思啊 你想问我 我不跟你讲 我也就没意思了 那你应该也消磨没意思 处处都可以让我们开悟啊 你的心就没入刀啊 所以阿难说 要我们归无上刀啊 我们心要在刀上啊 当一个人心在刀上入刀的时候 这个人呢 就活得很安心 很清静 很充实 因为他心又寄托了 又归出了 不然的话 你的心一直在跑 跑的是什么 跑的是你的意思 真心自信 就跟着你的意思 护皮和脸呀 你上哪 他就跟得上哪 他是忠实的主人啊 你的念头 跑到哪 他跟到哪呀 你要要胜就胜 你要灭就灭 你要上天堂 他就跟得上天堂 你要下地狱 他绝对不会说 哎哟 他要下地狱 我不跟得去 所以我们的真心 忠实的主人 你下地狱 他又跟得一头摘下去 你受苦 他显现 苦不 你还来 不要你来 你还来 苦啊 所以 真心自信也跟得下去了 要不然的话 真心自信不跟得 你怎么从地狱出来呀 我们都是自己造出来的这些业园呀 跟着这些幻象 幻生幻虽 去呢 受苦 就像在梦中一样 好 在梦中所有的苦不是真实的 出来之后 你都更呛一声 你抓住了没有 人生如梦啊 也是一样 好 看下面的经文 如人以守指阅诗人 必人阴子当应看阅 若父观之 亦为阅体 此人弃为王氏阅伦 亦亡其子 何以故 以所标志 为名阅故 佛打了个比喻 他说呀 好像一个人 用手指了月 他指这个月 是要你去看月亮 可是这个人不看月亮 偏看他的指头 把他的指头当成了月亮 所以 指头和月亮 两个意思都消失了 指头能是月亮吗 月亮能是指头吗 可是这个人 又把指头当成月亮 两个全部明白了 月亮也不认识 指头也不认识了 说指头的时候 他用说月亮 说月亮的时候 他用说指头 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呀 这个人指月亮 就为了让你明白月亮 你干嘛住在他的指头上啊 所以我们讲的半解 是为了让你明信见信 你干嘛住在我的语言上啊 你干嘛住在我的生辰上啊 你干嘛住在我这个德性上 我这个德性肯定不怎么叮 是不是啊 异于道佛 岂为王子 义父不识明志愿 何以故 既以直体为月明信 明二二信 无所了顾 如意如事啊 所以我们学佛明信见信啊 很多人都说 多难啊 不可能啊 所以这就是正法的重要性了 在这里 他说为什么呢 本来要你呢 因是月亮 因是月亮的目的呢 是要你分出来明和暗 可是呢 你呢 把指头 当成月亮 以为是月亮的作用性 从此之后 明暗这两种作用性 你就搞混了 所以我们现在 真心自信 和梦想颠倒 这两种作用性 我们分不清楚 明文错了 硬说是对的 无所了顾 我们根本 就搞不清楚 不明了 我们现在呀 就是这个样子 拿这个月亮 来向我们比喻 大家说 那指头当月亮 它会不会发出月光 那月亮当指头 能不能发出来光 月亮能发光 是不是啊 从此之后 他说发光的是指 是什么呢 发光的是指头 不发光的是月亮 这两种作用性 已经失去作用了 混了 而且呢 这两种作用性 它混乱了之后呢 它觉得 月亮在天上挂着 虽然它有光明 但是它是指头 我在月亮生活当中呢 我认为呢 用这个最好使 所以 因为用我们的无名 用我们的心意识 最好用 离得我们最近 所以就拿指头到月亮 月亮谁也认为 指头虽然没有光明 它因为是月亮 它认为离到它最近 每天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每天 用自己的知见 用自己的心意识 用自己的分别 觉得比真心自信好用啊 指头我存在呀 可是真心自信放大光明 干嘛 指头不放光明 还要去找 拿手电量去找 真心自信 像月亮一样挂在空中 小了一切 它觉得什么呢 这样我就找不着我了 这样我就不能起作用了 我一直要用什么 新意识 我一定要用我的意识 我记得什么都要有意识 我这个才因为 我才知道认识这一切 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应该是这样 它认为我一定要去 用我的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去分别执着 我认为呢 这样才是真的小了一切 哪知道月亮挂在空中 不用你这个就小了一切呀 所以一直拿着指头 当你月亮 没有光明的意志 在用自己的新意识 自己推理 来判断 认为这一切是这样 就成为无名了 就这么迷惑颠倒了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明白吧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用自己的新意识 就是自己的指头 就好比是指头一样 当成月亮 月亮就好比是真心自信 它不用动心意识 不用自己的分别执着 而知道这一切 可是指头呢 我们把它当成月亮 它没有这个光明 它起不了这个作用 它必须要用我们的推理 分别执着 用我们的意识 认为才知道这个东西 这哪知道 像手电筒 照着晨印识 手电筒一灭 没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执着 不执着就怕没有 如果自信启用 你不用执着 不胜不灭 你执着哪假的了吗 哎呀 这个可差得很远了 差楼远了 要够清楚 够明白 这个作用性太悬殊了 看下面的经文 若日以分别我说法因 惟辱心者 此心自应 离以分别因 有分别性 比如有客 技术旅停 站直便去 终不常驻 而掌庭人都无所去 名为庭主 整部人严谨 讲来讲去 就讲这个 你这节课听不懂 不要紧 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 我们一天三节课 四十九天 你一算多少节课 这个就叫惯点 你愿不愿意 每天给你惯一点 每天给你惯一点 反正每天都给你惯手一点 总的来说 从第一天到现在 第一天不知道真心自性是什么 佛法是什么 开悟是什么 明心见性是什么 都不知道 现在好像已经知道了 等到四十九天结束之后 基本上要是打卷的话 你真心自性 明心见性 什么开悟 你都能能 比我靠份能够 如果我们一直用这个分别 来呢 听佛讲法 以为这个就是真心自性 以为这个就是自己的性 好 那你这个性 还是上两节课讲的 你离开现在的分别 这个阴神离开前程 他还有最悟性吗 还是要破掉我们的心思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这个性 证明了一点 又是虚妄不实的 真心自性 可是 在上两节课讲了 世界的一切 都有名貌 何况真心自性 那真心自性的名貌是什么 性一切性而主体 这个真心自性 可是不消失的 可是我们这个分别性 离开了身影 离开了前程 就消失了 不存在了 这个就是 弄性是假的 没有 真心自性 用也这样 不用也是这样 离开了前程 离开了阴神 我身影起 它这样存在 你显现出来 我身影不起 你还是这样 这个是真的 它不消失的 但如果离开了外战的环境 就消失的 这个就是假的 所以这就是 真望 生虐 之间的区别呀 他说 你离开这个 还有作用性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证明了 对不起 你别再用这个了 你再用这个 就算是 你很傲气 你很厉害 我们只看着 干嘛 有意思 看到你有意思 因为 世界的人都因为 自己很厉害 有什么很厉害的 就死了一把火啊 是不是 咱看着扫了他 咱不省不眠 他去轮回了 他很厉害 他去轮回了 咱在这边 喂 你可上畜生道了 回来啊 回来啊 把他的魂照过来 你看 水路照魂 照的人生啊 他满头都起来了 哎呀 什么雨沙沙 水细细的呀 哦 你咋样 让他在外外 过回 我眼什么照过来 把照的身上都发冷了 啊 把他照过来 照过来 告诉我 干什么 喂 那边不行 你往这边走啊 慈悲到了极出了 现在咱活的指路还是停吧 别死了再指路 死了再指路就把那三寸打 很多学活的人 活的不死的做功德 死了 告诉我 这一部分钱是超度我的 你笑啥 后句话我还没说呢 他儿女就拿着这钱 你说 他死了 你倒赶快点 连续给他超度七天呀 周英省七天四十九天就结束了 他不 他一会儿急一点 一会儿急一点 你说他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去 掉住了 可怜在哪里 他留下钱之后 几十万 以为死了超度是不是 他儿女拿着去 炒股 买房子了 完了 这还咋超度啊 他就惦记了这点钱 等着超度呢 等着功德走呢 不留下这点钱 我要的结果还好 留下这点钱 后患无穷啊 因为他心里放不下呀 他知道我 他腿里傻哭哭的 每年拿出来一点 每年拿出来一点 那时我在开发会 他跟我讲 这个人我也不认得忘了 我不说 哎呀 你害死他了 你赶快点把这个钱拿出来 他说什么 哎呀 被他们买房子了 我说 这房子还能住啊 你妈的活儿就得聚在那个房子上啊 赶快把我卖了 活的呀 现在就在子路 咱认着 趁早活的 该做的就做了 该干了就干了 别指的别人 还指的别人 那个人好还好 不好的话 你说他起了贪心 你这不没形象 你打他一拳 他福德要是还具足 起不了作用 糟了他福德没有了 你才能找到他算账了 知道吧 那福德一 不具足的时候 好了 崴了脚膊 甩了脚 要不就创车 要不呢 突然得了大病 这事那事 福德不具足了 开始 业障找上门了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佛说了 我打个比喻 就像客人 来到旅店里住 他住完 他就得走啊 他不会留在这里的 而这个店主啊 他不会去的 所以他一直会在这里的 那我们现在 用的这个新衣食 离开了外在的一切 生成 影视 指向 就没有了 他就起不了作用性了 这个 是生灭的 不是真的 你不要再两下功夫了 你从此之后 即使你用 你要自己清楚 如果你用自己还清楚 谁也有夜袭 改不过来 但是 妨碍不了我们什么大问题 你就不会那么烦恼 那这个夜袭 这个是 素袭前世带来的消不出去 仍然经常讲了 异信送此 仍然咒 就能把它消除 不是我们不想改过来 是我们 没有这个能力 扭转不过来 再看下面的经文 此意如是 悦真如心 则无所去 愿何离生 无分别性 他说真心自信啊 和无明妄想 差不多 你们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 你的真心自信 他就不应该消失 不应该离开 这一切 成像 就不起作用性了 好 所以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呀 所以 云和离生 无分别性了 就没有他跟他的作用性了 这指的是妄性 真心自信应该是 不会消失的 有没 他都在起作用性 我停了一秒钟 你们为什么抬头看 因为你们的性在起作用啊 我说话 你听到我的声音 我不说话 你的耳朵呢 文性 是不是还在起作用 是这个学生还存在 没有消失啊 他不消失的才是啊 如果离开作用性就消失了 是我们跟着外在的成像跑了 真心自信把他愣了 但真心自信也在起作用 就差这么一点 一环 看下面的经文 诗哲其为生分别性 分别我勇 离住色相 无分别性 还是说这个 忘心 就算你现在呢 因为我的声音 来分别有你这个心 分别我的容貌 就看到我呀 长得什么模样 你离开这些色相 还有作用性吗 我不说话了 我在发状消失了 如果你没有了 好 这个相一定会灭掉 你的心意识也灭掉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 没有灭掉的 把这个没有灭掉的 显现出来 这才是真的 实际上为什么修行 一定让你心静起来 很多 和尚出家人 到呢 他不会给你讲这个道理 他一定让你说 去念静吧 去念照吧 到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实际上我们偶尔的时候 也用真心自信 我们也回归真心自信 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是 当一个人 经常用真心自信 回归真心自信的这个人 他的福报就很长大 他的智慧就很大 他的烦恼就少 他的业障就轻了 但是他回去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很舒服很自在 他的心量很大 他就不会去斤斤计较 他都能包容宽容一切 所以这个他的福报就很大 他的烦恼就很少 是来自于这样 所以世界上人为什么福报大 实际上他是跟真心自信 吻合得多 只是他用的时候 他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是必须知道 必须用他 那无名妄想 现在是必须的 不用他 没得选择 如果你现在为求世界福德福报 你就这两天听了这一点 你回去用 都不得了了 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用这一部分 听课的这一部分来对照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像他们说 师父你遇到事情 为什么你没有想法 自信自信起作用 有什么想法呀 就像他们中邪了 问我 你为什么没有想法 我为什么要有想法 我要有想法 你就上我身了 是不是 我没有想法 你上不了我的身 所以你干着急 是不是 我就在跟他对话 对不起 你该哪里去哪里去吧 你耐不了不了我 什么 很简单 他自己就问我 你为啥呀 你为啥没念头 你为啥不动信呢 我是现在啥事也不动信 为啥 死只不过如此 何况世界的利益 明文立养啊 死都只不过如此 你还有什么 有什么好东西的呢 事情来的就处理嘛 处理完了就算了嘛 处理完了也不想 结果对错怎么样 不想 处理完了三心不可得 活在当下 当下 把他活好 过好就行了 过去的 不要想 想那是想音区域 回音 那是行音区域的 色音区域 还有实音区域 不行 过去的就过去 现在的 清清楚 明明白白 未来的还得发生 你干嘛去想它呀 下节他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 我讲啥也不知道 你讲啥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回去问我 你一个一个的接着讲 你咋讲的 不知道 反正他出来啥 我就讲啥 就这么简单 那实际上 你下去问我啥 我的心里啥也没有 你别问我 我一句话都不想讲 我心里啥也没有 但我坐在这顶上之后 你看我不停地在讲 那下一个话要讲啥 我都不知道 这怎么办呢 你咋知道了 你怎么来分析呀 所以 世界算命看向 到我们这不好死 我们不轻心都念 他怎么看向了 他怎么算命了 这命 下一个念头 正还是写决定了命运 下一个念头写 命就写 下一个念头正 命就正 这个算命的 他还没怎么算出来 你又编了 证明了一点 命运 纷纷都在改变呀 算不准的 那除非那个人不明白佛法 他就按着他的命走 像我们学佛的 在座的每一位都算不准的 在座的每一位都算不准的 你来的时候 你还想 我听一听 怎么怎么样 讲的好我就听 讲的不好我就走 反正这两天放假一听 哎呀不行 我得听完 命改了 是不是 本来来的行 我就拿十块钱 一百块钱 哎呀 画了就得了 别拿多拿多了 免得老王画 这会儿看不够了 不行 我得让家里面 给我打点钱 命改了 你又发信了 哎呀 觉得师父天天在上面 这么讲 这么辛苦 那我们得把下面的事情办好 是不是 每次每天都要换这些东西 吃喝拉撒睡 哎呀 你升起了慈悲心 你拿了那点钱呢 够你的路费 现在路费也花了 用了 干嘛 家里人再给我打点钱 我不够了 命又改变了 什么都改变了 所以 命在不停的改变 哪能算得准呢 遇着环境就改 遇着环境就改 你本来能在家里呢 你那不是这个姓 到这里一听 变了 本来一起说 哎呀一个房间的字不多人 你看呀 一点都不方便 算了 学佛也不是这样学的 我回家听支部吧 这俩听一听 不行 回家听支部 肯定没这个过瘾 啊 你当卡住了 你说多着急啊 不回去了 这个时候就忘记了房间人多了 也忘记了冲凉上厕所不方便了 因为每天都在这里头坐的 回去了只是躺下啥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哎呀就这样久的 哎 这法会你也能坚持下来呢 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命什么都改变了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如是乃至分别都无 非色非空 居舍离等 魅为敏地 离住法院无分别性 如果你这样继续呢 下去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了 你离开这些生存 就没有作用性了 你离开我呢 现在的声音 离开我的这种呢 面貌形象 你还有分别的作用性吗 因为没有形象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圆了呀 如果我们这样继续推断 推理下去的话 好了 那什么都没有了 形象没有了 作用性没有了 下次就不用起作用性了 所以一切都没有了 没有了 这可就不得了了 进入了断面了 所以 非色非空 莫连两可了 倒是有还是没有啊 居舍离等 是外道的一种 魅为敏地 什么叫敏地呀 顽空了 哎呀 佛讲来讲去让我离开虔诚 但离开前程之后 你一直呢 不认得真心自信不生 不灭再起作用 就顽空 八无因果 无名一片 也就是混沌一片 这是盗家的 又讲到盗家去了 再急 急到急处 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到什么程度了 八无因果了 开始 世界的一切啊 夜袭全都展现出来 啥都没有 啥都是空的 已经离开这个都没有了 啊 很可怕呀 所以夜袭一旦反起来的时候 不得了 但是你要认得真心自信 这个一削落 真心自信起作用 就安全了 不认得真心自信 就落入了 顽空 迷媚当中 完全迷失了 什么也不清楚 什么也不知道了 心意识呢 也呢 断掉了 而心意识你说断掉 它为什么这样 这个时候留下的是什么呢 完全 心意识 而且作用的 执着 自己的认为 真心自信 佛法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非色非空 居舍离等 媚为敏地 离住法院 无分别性 这个时候他就想了 反正离开这一切 就没有作用性了 啥都没有 那世界的一切 无非就是享受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 被上当作片 所以离开这些法院 它就没有分别性 就没有作用性了 那在这点呢 是懂非懂 以自己的心意识 推到这里的时候 推到最后 离开就没有 如果要起作用 还是要动心意识 那在这点 他以为是功夫 以为是修行 以自己的呢 这种身份 来蒙蔽大众 那多少人上当啊 离住法院 无分别性啊 所以离开了这些啊 虔诚影视啊 离开这些呢 深层 根本就起不了作用性了 我们不要在这上面滋留啊 一定在这上面再迈出一步啊 为什么不敢卖 再迈 就像到了悬崖边 再迈就没有实体 就是悬崖 当你迈出去的时候 你不怕死 迈出去 就在 真心自信 大圆 静止当中 离开了 有为的了 进入无为了 啊 无为 无所不为 就这个地方 谁也不敢迈出这一步 因为迈出这一步 就离开了 世间的有为的 新意识 就像站在悬崖边上 跳下去 其实跳下去 能不能摔死 不能 进入了法身 这一下就解脱了 所以这就叫再往前迈一步 就到了悬崖边 就到了新意识的边缘 所以天天悟 父母未生我之前 我是谁 现在就到了该你选择的时候 你跳下去你就知道你是谁了 你不跳下去站在这 还是果子啊 所以在这一下充足有为的 进入无为 所以无上深深微妙法 在无为的基础上 开始挣心自信 发挥它的作用性了 就叫无上深深微妙法 百切万劫难遭遇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哲乳心性各有所还 云和为主 这就讲到老霸还 佛说了 你的心分别作用性啊 都可以回归它的原位 如果都回归了它的原位 谁是你的主人呢 没有主人了 你拿什么成佛呀 这就是世界人 把无因果造业 我们刚才讲的 等我们现在明白了之后 我们从此之后 也不去诽谤别人 也不去赞叹 我们清楚明白 我们按照正规的那方法 在正规的道路上 随缘度化 随放结果 到哪里 你都要随别人的缘 随缘度化 随放结果呀 你不随别人的缘 你就住不下呀 我们到哪里 都要随别人的缘 不是去改变别人 改变自己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阿难言 若我心性各有所还 则如来说 妙明原信 缘何无还 为垂 哀民 为我宣说 阿难说了 就按您说的 我的作用的 这个心性啊 各有所还 那您说的 真心自信 为什么不还 它怎么不回去呢 它为什么 不回归自己的地方 哎呀 如来一样 发慈悲心 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你说多辛苦 就因为真心自信不还 所以它不动 它不变 不生不灭 我们才干嘛 这么辛苦的 一定要认得它 一定要用 剩下能还的 一定会带着我们生命 一定会带着我们生死 好 看下面的经文 佛告阿难 且如见我 见尽明媛 此见随废妙精明心 如第二月 非是月影 佛这个时候啊 告诉阿难 他说呀 你看 你看 你见我 你怎么能知道呢 这是我呀 你怎么能知道这是如来呀 这是佛陀 就像现在 你们怎么能知道我是圣灰 你到底是梦想还是真心 就在这里分出来真望 你能不能在这个作用性下 分出来 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 他说你呀 见到我 虽然不是 见尽明媛 虽然你用的不是真心之性 可是 你现在这个作用性 已经 真心之性 在同时发挥它的作用性 你的这个 此见 虽然呢 你不知道 哪个是真心之性 哪个是妄性 给你打个比喻 就像 天上月亮和水中的月亮 它俩 无二无别 那这一句经文 我用一个比喻 我自己理解的 给大家讲 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现在就拿我来做比喻 你现在知道我是圣灰法师 你现在在用 虽然你不是真心之性 你不是真心之性 在起作用 你不知道 哪个是真心之性 哪个是妄性 但是 真心之性 已经在起作用了 就像 天上月亮和水中的月亮 它俩 已经 不分彼此 非是月 不是影子 因为你 离开了真心之性 离开了真月亮 大家说会不会出现月亮 不会是不是 你一看了真心之性 你能知道我是圣灰法师吗 不知道是不是 对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来分辨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所以 在这个当下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其实这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在上节课早就讲过了 我们现在在用 谁都认为不是真心之性 实际上 都是真心之性 都是真心之性在起作用 无二无别 但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 就是 那就是问题 你怎么分别不出来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当你在用的时候 就是 你不需要动心意识 你等于你不知道 可是在这个 用的当下 你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是圣灰法师 可是你知道我是圣灰法师 你在用的时候 你不知道 当你要知道自己 在认得我是圣灰法师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在知道的这个基础上 动了心了 这个时候就是忘心了 就离开了真心之心 就差这么点 是不是这样 当你知道在运用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忘心了 当你现在 不知道 你还知道我是圣灰法师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真心之心 你知道外面的一切 而你忘却了自己 在启用 这个就是真心之心 当你在启用的时候 还知道自己在启用 那个就是忘心 分得出来吗 就这么一天 所以真和忘 中间 就这么一点 插皮 所以 我再重复一遍 当你在启用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启用 你不需要知道 但你对外面的一切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就是真心之心 你看你现在做的 都知道我是圣灰法师 哪个人不知道 当你在启用的时候 不需要你知道自己在启用 当你知道自己在启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离开了真心之心 绿的之间了 新意识开始了 我直开始 就差这么一点 搞清楚了吧 而阿兰就在这一环上 一直在破这一环 一直在破这一环 看下面啊 所以佛不说吗 我们现在这个直下的 看到的这一切 清清楚楚这一切 在运用的这一切 实际上 就是真心之心 所显现的 法身 你不能说它是有 你不能说它是有 你不能它说没有 你不能说是与不是 这一不真 那就是二法 那就有是非了 只可用不可行 所以我们只可用 不可以知道自己在用 这就对了 如果你知道我在用了 这个时候就是 立的之间 就是旺行了 好 看下面的经文 如阴地听 今当事入 无所还地呀 大家要好好地用心来听 今天我跟你开始 为什么真心自信 无所还呀 好 看下面的经文 阿南 吃大讲堂 动开东方 日轮升天 则有名要 中夜黑月 云雾毁昧 则复昏暗 互有之戏 则复建通 强于之间 则复官庸 分别之处 则复建缘 万许之中 便是空性 欲博之相 则复昏沉 成绩裂分 又观情境 这一段经文 佛这样 跟阿南讲 阿南啊 你看这个讲堂 洞开东方 看样是这个讲堂 是朝着东方 窗门都开的 日轮升起的时候 刚好你看这太阳 又照在我脸上了 日轮升起 就有光辉 就有这个光要来要去 黑月啊 在晚上的时候 黑月啊 云雾 所以云雾 毁 云雾 毁灭啊 毁明 也就是呢 黑啊 没有光明啊 来了云雾的时候呢 就是把光明给遮住了 就干嘛呢 黑暗 没有光明了 所以折腹 昏暗了 当它窗户呢 直缝呢 又建造 什么 通塔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长语之间呢 我们就看到呢 是障碍 是拥塞的 是个不通达的 分别之处呢 你就能看到圆 我们完许之中呢 啥也没有 一直认为是这样 就叫完许 所以我们就叫它通性 欲博之相 则雨昏尘呢 所以沉煞 纷扰之相 曾继 暖风 又见清净 等等呢 这一切现象破了之后 雨过天晴 清爽一片 哎呀 整个天空啊 整个呢 山河大地 清净 无染 这是说了 八种现象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阿南 如先看似 此变化相 无尽各环 本所因处 这一段经文 他说阿南呢 你看这些变化的现象 现在 他们 都各环呢 自己 说起因之处 那什么叫起因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云和本因 阿南 此著变化 明怀日伦 何以故 无日不明 明人数一日 事故怀日 他的因是相对的 所以 各有所还 他说为什么呢 什么是他的本因呢 你看这些变化相 明就应该还给太阳 你看 太阳进来了 我这个地方就特别亮 这个光明是来自于太阳 是不是 是他的还给他 哎 等着一说一震 不亮了 所以 应该还给太阳 为什么 没有太阳 就没有光明了 所以 他的因呢 明的因呢 是属于太阳的 要还给太阳 看下面的经文 按还黑月 通还互有 拥还强语 圆还分别 完须还控 欲拨还尘 轻盈还记 则助世间 一切 所有 不出失泪 失泪 这一段经文 按还黑月 只要从哪里出来的 就归哪里 通 还 互有 只有门开的 我们才能进出 只有缝隙 才有光药 那个光从缝隙里进来 雍 是墙语 所造成的 所以 是障碍 不通 所以应该还墙 缘 是什么分别 我们一直 用索原心 那好 把这个原心 还给分别 你不分别 这个原心就没有了 很多人的烦恼 都来自于分别 来自于自己的 自见 自己的自见 干嘛 就是自己的意识 自己意识 怎么来都分别 所以 障碍了光明 所以 顽须还空 一直呢 坚固的执着 就还给虚空 没有 啥也没有 所以 顽须 遇不还尘 空间这些成像 困扰着我们 看不清楚 我们这个地方还好 好像到了河北那一带 就有风霜 是不是 看不清楚 今早上一起来 哎呀 雾气腾腾啊 好像是黄山一样的景色 所以我发现了 哎呀 影子非常的美 大家要开悟了 到现在悟也没了 悟笑 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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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上 这就开悟了呗 是不是 有悟什么都看不见呀 没悟 一目了然呢 所以我的同学见了我问 你是不是开悟了 我说 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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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悟 啥也看不清楚 现在没悟了 看清楚了 所以 清明缓祭呀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祭 你看我们现在 哎呀 一看呀 前面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清爽 遮住世界一切 世界一切无非就这几种现象 一切所有不出事内 就是这些现象 所而起作用 看下面的经文 看下面的经文 如见八种 见经明信 当欲随还 何以故 若还于明 则不明死无复见案 谁明暗等种种差别 皆无差别 这个时候开始又有转折点了 又来了一个转折 反正讲到这一段现象讲出来 无非就显示出来什么呢 佛又要让我们重新再一遍 认识真心自信 所以开悟论言 开悟论言 就这样 论言进识卷 不停地讲这个 你听完了 你如果还没明白一点 那也就真的够笨的 也真的也就笨了 那论言进识卷 就讲信心 如果听完了之后 你还能不能笨的话 那真的笨 所以阿难的你看看 这八种运用的现象 作用性 当欲谁还 他们都还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 若还明 这不明时 无复见案 那如果 暗的时候 明的时候 所以无复见案 随明案等种种差别 大家说 明还明 暗还 我们这八种作用性 我们在显示出来 是不是 种种现象在运用的时候 是不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 所以明暗等种种差别 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我们这个见大家说 有没有差别 有没有跟着这八种现象 还回去了 要还回去了 那没有光明的时候 我们还能见到黑暗吗 有光明的时候 那黑暗又哪里去了 那墙雨滑回去的时候 通我们又怎么见到的 所以这八种现象 在起作用的时候 我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们各还到七处的时候 让他们归位 那我们再来观看我们的 观察我们的这个 见经 也就是我们这个见性 有没有跟着他们还回去啊 还到什么地方 没还是不是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没还 所以我们才知道 他们各为原位了 是不是啊 所以种种差别 见无差别 这就是六珠说的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用千差万别 亦不诸一切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看六珠谈景 虽然很简单 没像龙眼睛这样分析 这样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就像 挑米中的虫一样 给你拨开 你才能看到米中之虫啊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 从无名现象运用当中 给你拨拨拨 让你见到真心之心啊 所以这是八环 八种现象各有所环 可是我们的这个剑精 我们的这个呢 剑性的这种作用性 虽然这八种现象呢 差别不同 但是我们的剑性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没有差别 也没有随着这八种现象 回归原位还回去 现在还是这样 赤裸裸洒脱脱 还是在这里起作用 好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诸可还者 自言非如 不如还者 非如而谁 阿南不是一直都不知道 谁是我吗 真心自信才是真正的我 应物为己 这个身体不是真正的我 所以我们一直都以为 这个身体是真正的我 所以我不是 我们身体是一个现象 我们上两节课讲了 欲物为己 自取流转 这个不生灭的心性 才是真正的我呀 真我 他不生不灭 他才不受生死 所以我们一直说 了托生死 认得真心自信 本来就没有生死 那生灭的是 这个右体的现象 但你一定干嘛 看痛看破把它放下 生死就解决了 不是这个右体是真我们 这个右体是什么 现象的一种 没有实体的 所以我再重复 就是法性法身 而来运用 所以他变化 生灭 只是外在的运用的一个呢 转换 接换 也没有变化 也没有生灭过 他一直呢 都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 随着自己的无名之见 新意识 而是自己的意识 不是佛意 所以问西来意 何为啊 何为西来意啊 西来意就是佛意 那你的意思不是西来意 那西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没意思 你说出来已经有意思了 所以你看人家达摩传法的时候 不开口的 对了 六祖传法的时候 只有神会 小事 领悟他的意思了 所有的人都在说三道四 只有神会 一句话不看 六祖说 他领悟了我的意思了 你说出来 这已经是有意思了 是不是 大家说那没意思 没意思就是意思 只可 什么 以信应信 以信会信 不可以言语表达 知道吧 心动发生了 那这个学妙之处啊 这个学妙之处啊 还得真的下一番福共福啊 就像他说 问何为西来之意 他说没意思 那已经有意思了 这个肯定不过贯德 这个肯定不过贯德 因为他已经立了之间了 真正通道的时候 真正西来意 是什么意思 何为西来意 那我们做的作为49天的功课 你下去 何为西来意 就这样冷却下来 就这样冷却下来 可以我告诉你一个大的方案 我们没意思就是西来意 如果你有的意思 就不是西来意 那你怎样把这个西来意表达出来 认可考试通过 这个就有意思了 你能表达出来 还不是你的意思 还是西来意 考试过的这一关 就是这一关 你表达出来 你是表达出来的 但是是你的意思 那就不是西来意了 大概内容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考题就是这么一个考题吧 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佛说了 凡是能还的 那当然就不是我们了 可来可去的生命的 那怎么能是真心自信呢 所以我上节课不说吗 走的没听明白 来的也没听明白 也不明白 不来不去的明白了 指的不是人啊 指的是我们的真心自信啊 你别老指人 人呢是一个现象 就像这些现象一样 不停地在越化越用 不辱还者 不还的 那不是你又是谁呀 所以不还 不跟着这八种作用性 而还的 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 以真心自信 又是谁呀 一语道破了 我一直找不着自己嘛 这个自己找到了 说不出来 道不明白 没意思 有意思的时候又不是你 所以 只能 心灵 什么 神慧啊 只能以心去领悟 我们的神 去慧这个意 就够了 佛法就讲一个物质 讲到后面 全都不能用语言表达了 后面的次第 无非讲我们如果按照自己的业实 骗人的真心自信 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愣言经在修行 已经不是在世上 而是在阴上去下手了 因为它是属于那 法大性的菩萨所修之法 它不是平传人修的 但是它是三根仆辈 色受一切 反正你是什么根据的来了 听了 都可以解决一点问题 都能听明白 好了 时间到了 那我们这节课讲呢 讲到呢 这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是你阿南又是谁呢 那我们借着这个话题下去 认得自己 真正的自己不要再跟假我跑 不要再跟假我去轮回 天天时时刻刻 分分秒秒 叉叉那那 在当下去用功 你这样才能保认得住啊 要不法会开完下了课 又都 就像这八环一样 都还给我了 是的 又都还给我了 好 在座的诸位同修 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